Hello,大家好,我是孙晨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月以来 我对智讯科技生产的这款A1 Pro三轴稳定器的一个基本的上手体验 A1 Pro采用了市面上主流的斜角设计 方便拍摄中监看画面 稳定器整体构造小巧,较为轻便 握持感也不错 官方称载重为3.6公斤 能够轻松运对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单反微单 那么对于平时我使用的6300加18105这套组合来说的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我觉得它的跟手性也是相当的不错 在APP中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来调整电机的力度和灵敏度 或者用APP中自动调参功能 让稳定器根据挂载重量自行调整电机力度 来增加拍摄的稳定性 该功能也可以通过连续按四下电源键 来开启 并且稳定器内设置有电机力度的曲线 这样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 都能得到一个较为平滑的画面 说完基础属性 那么A1 Pro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无线图传了 使用HDMI线连接相机和快装板下的Cinei图传模块 图传模块会通过Wi-Fi把信号传输到手机APP上 APP会自动选择一个干扰较小的信道 图传延迟方面 官方称iOS和安卓的延迟分别为140和180毫秒 我使用的是安卓手机 个人觉得延迟响应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APP上还继承了一部分监视器功能 如直方图 尾色 峰值 斑马纹 安全框 以及载入LUTS 对适配的相机 我们还可以进行光圈 快门 ISO等参数的调整 那么我个人觉得 对那些暂时没有监视器的人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最近一次APP的更新更是加入了 HDMI信号录制这一功能 使得手机可以录制1080P30帧的画面 它的码率大概在6000左右 这个码率虽然不算高 但是发发朋友圈是完全足够了 并且我们可以使用它录制相机内 已经拍摄好的视频 使得随时分享变得更加容易 A1 Pro还配为有更胶轮 在适配的相机上 我们可以使用它控制电子更胶 除此之外 像使用18-105这样的电动变胶镜头时 更胶轮也可以用来控制镜头的变胶 除了无线图传和电子更胶之外 直循在其他小细节方面 也是做的相对比较完善了 分定器左右两侧都支持相机的挂载 这样装在左侧的时候 可以更方便的换下电池 在全锁定的拍摄模式下 可以手动调整稳定器的抚养轴 以及航向轴的拍摄角度 在稳定器的抚养轴上 还配备有DC电源输出接口 用于假电池供电 化妆板的螺丝上 也加入了一个用于发力的小环 方便拧紧螺丝 附赠的配件里 还包含了一个线包 里面有着所有可能运用到的连接线 稳定器的固件 也可以通过连接手机的APP 来完成更新 APP内还有大图拼接 轨迹延时这样的创意功能 那么我觉得这款稳定器最不方便的 就是它的携带和收纳了 每次使用完毕之后 如果想把它放回箱子里 就必须得把各个轴向全部归位 然后下次使用的时候 就得再调平一遍 所以每次我出去的时候 都是用一个袋子包起来 然后放进书包里 如果各个轴向 要是能够加入锁死机构 可能会更加方便一点 另外就是拆下快装板之后 用于锁死的螺丝 非常容易脱落 一旦这个螺丝意外丢失 稳定器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所以希望能够加入一个线位的机构 来防止这个螺丝的丢失 OK那么总的来说 我对AE Pro这款稳定器还是非常的满意 它较为优秀的稳定性 以及丰富多样的功能 都极大程度的满足了我的日常创作需求 最后希望智讯在未来的发展中 继续为大家带来令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传诚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点击评论 点击 记得点赞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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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